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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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所警察的主義目中 我們所警察的來賓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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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中匯所定 為客家年 我們期待另一邊的主日 所以通過我們在禮拜的設計 將對我們客家的文化 妄想強化我們客家的選舉 讓我們可以順著順帶的因材 來改變 來突破過去 我們認為客家是 那是這個情形的土 一種的觀念 今天我們所看 新明記帝 一種在這所記者的 上帝 聽我們 經選我們的客家 不是因為我們的人欺負 不是我們逼人比較多 反正我們是世界中間的上帥 一種 更加要緊的 上帝 他聽我們 是因為他接受 對我們的烈奏 疏 疏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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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我們 收成的上帝 他疏悲悲悲 我們收成的上帝 有兩種專業的改變 總是以完教育所立的學 來修醫 走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台灣的人口 根據通計的資料 我們客家的人口 差不多是四百五十萬 差不多五分錢 各共擔保 好 就是如果教育基督道的因素 差不多是0.3的百分比 就是說0.3的percent 接基督道的因素 差不多是我們所有基督道的百分之十三 就是上帝沒有看見這百分之十三 我們也實在有看到這百分之十三 我們當信者的客家 的聖地支援 他們的努力 他們的努力 他們的打扮 所以人看著頭 總是我們看到這個頭 漸漸在搶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說到在水西 那個阿尤北山的 旁邊有一個部落 這個部落人口只有四百五十萬 這就是最近 我發現說在他們的部落 那個站去的地方 有一個金庫 那個金庫的 價值差不多是十二億的美金 所以有些人要去開發 希望可以拿到這個開發館 所以就開始來計算 這四百五十萬人 騎去的這個部落 准他們在那裡開發 他們所開出的條件是什麼 你們四百五十萬人 有差很多的保空在那裡 我十年就好 你給我十年來開發 我回饋給你們十二億八千五百萬 差不多這個台幣 這個價錢 你想四百五十萬人 騎在那個山口的地方都不用做什麼 只不過我們兩度一個地方 給他們去那裡 去那裡那個金庫 十年過分 我們就有十二億八千五百萬 如果我們是騎去中間那裡一個石 我們會 不僅那個開發 可以讓我們有這麼多錢 在開發可以帶來的商機 可以帶來很多的商機 有很多人可以從這邊進出 我們又可以找到工作 我們可以在那邊得利很多 這四百五十位居住在這個部落的人 他們經過一次再一次的討論 辯論 開會 最後表決了以後 他們否定 不讓這些 生意人來開發那個金庫 因為一開發的話 就破壞他們整個生活的一個空間 這不是十二億八千五百萬可以換回來的 這麼少的人 不會被這麼大的一個利益 來引誘跟說謊 我想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或許 我們客家的弟兄姊妹 在整個人口當中 是少數 在整個基督徒的人口當中 更少 可是上帝的赤福 仍然 在我們這些客家的弟兄姊妹之上 在整個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口裡面 我們基督徒也是少數 可能3%或4% 可是上帝的赤福 仍然會淋在我們這個身上 今天在整個世界裡面 可能很多人不把我們看作是一個國家 可是在上帝的眼中 我們是一個國家 是他所愛的 問題是我們願意這樣子的來承受上帝所給我們 來排除在我們生活周遭裡面 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是一個信實的上帝 他用他無比的愛跟耐心 一步一步的在捲選我們 在提醒我們 在帶領我們 實際上很清楚告訴我們 他愛我們 並不是我們過大過壯 而是我們是那麼的微小 上帝愛我們 是因為他要謹守 他跟我們的祖先手立的約 他沒有忘記 雖然我們離棄他 雖然有時候我們背棄了他 可是他仍然謹守 那爹在我們當中 一步一步的在帶領我們 如果我們仔細細回想 在我們一生當中 我想我們會看到我們 其實本身沒有那種的能耐 可是上帝在成就我們 我想我會用很大篇的一篇道理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我願意用我自己個人 從畢業開始服事到今天 我個人的一個經歷 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1980年畢業 在我畢業 六月份畢業的時候 還沒有畢業典禮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邀請我 到屏東中會的大專學生中心 來胡適 我跟他講 抽籤抽到屏東 如果需要我就去 同工跟我講 今年1980年的四月份 總會剛剛通過 大專學生中心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不必抽籤 直接從應屆畢業生當中 來挑選 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不是最優秀的 我也不是第一名畢業的 可是他們為什麼會挑到我 其實在還沒有畢業以前 我曾經跟那時候的女朋友 現在的太太 我跟他說 我自願到澎湖去好不好 那時候有兩個地方可以自願 一個地方是澎湖 一個地方是東部 我不是那一種充滿了使命感 到澎湖去沒有人 很少人信主的地方去開拓 去什麼去工作 其實我很自私的在想 當我到澎湖的時候 因為澎湖一個教會 可能 六個信徒 七個信徒 那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看書 那時候我想說 我能夠出國進修 那要出國進修 你要有什麼時間預備去看 所以我如果到澎湖的話 那個服飾的工作量不會很多 所以我會有很多的時間去念書 用這種自己打算的心 來自願讓被人看回很偉大的樣子 那時候我現在的太太 她跟我講 你就是跟人家抽籤 抽到哪裡 你就去哪裡 那是上帝要來去的 所以我就沒有自願 想不到突然間接到 這樣子一個電話 我剛才講過 並不是我第一名 或者說我怎麼樣 只不過 在我唸神學院的時候 因為我需要公讀 來支付我的生活費等等 那我到台南的大專學生動心去公讀 所以我有大專學生工作的這個經驗 當要派我到屏東邀請我的時候 屏東中衛有兩個做決策的牧長 一個是傳道部長 一個是大專部長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 剛好到屏東中衛就是 去這兩間教會實習 我從來沒有去過屏東 我是在一個都市裡面長大的 台南 可是很巧我就是到這兩個地方去實習 剛好當時候他們就是要做決定的人 那他們為什麼會認識我 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工朋友 他找我一年畢業被派到屏東 在一年當中他的表現很好 所以當他做推薦的時候 馬上會被中衛去接納 中衛接納以後就想說 這一個我認識他在我的教會 他在我的教會 就這樣子我到屏東中衛開始我的故事 我想上帝對於每一個人一個檢險 都有他自己的方式 只要我們願意將自己擺上 上帝的檢險 讓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用自己本身來回應他 無論上帝將你擺在哪一個地方 上帝他很清楚的跟我們講 他愛我們 並不是因為我們人多 我們是最大的 本來是我們人少 我們是最小的 上帝愛我們 是因為他要守他的約 所以他將他的愛 擺在我們當中 我想 雖然我們是少數的 無論是我們客家的弟兄姊妹 在整個人口當中是少數 或者是我們基督徒 在整個環境當中是少數 或者是我們台灣 在整個世界當中 可能人家看不到我們台灣這一點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上帝正以他的愛 在愛我們 我們更應該 以上帝的愛 不僅彼此分享 也能夠將上帝的愛 傳下去 我們一種地道禱告 祝我們的聖地 我們感謝你 由你生疼我 由你驚酸我 由你將你無限的軍電來相處在我 雖然我們是那些嬌小 雖然我們是那些美麗 就是北上的你聽我的 祝我的感謝你 在百萬年前就很幸福 他們的經濟放在我的中間 通過姐姐聽北上的你 我的中部他們的慈秀 他們的努力感到我的今天 祝我們對他們來生修這個出名的事 祝你幫助我們 我們永遠去找北上的你 對貴力的胸術 抵肥的胸術 到你永遠去的胸術 我們今天在北上的你所英文的 來找北上的你所貴的 來回應我們想北上的你對我們的口號 我們在你面前的我們的基督感謝和困救 都是我客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